这个财位通常是我们进来的鞋对角 推开房门 财位就在这个L形的角落 放上聚宝盆 在风水学上有助财运 但是想手财 连家里头挂的画都得很讲究 人家说大枕入杠 船的头要向内 船向外的话就是散尽家财 瀑布水流要朝内 画中的船头不能朝外 否则钱财就会往外流 象征漏财 家里头摆饰妹妹哥哥很多 但是装潢更重要 随便做个手脚 能帮人也能害人 那就是终求的说不懂 那就是说颈弹不好 木工师傅切割木材 丁板组装 相传鲁班书中就有记载 所谓的厌慎实述 把米放在梁筑间 有利财运 毛笔藏在门缝内 能够鳁带出闲能 想增售就得在家里头 放个薄科植物 但如果把白虎花 藏在梁内 会让居住者招惹是非 要是把两把刀的图案 贴在木头上 会害当家的杀人入狱 另外门梁上藏了碗筷 居住者的后代 恐怕得行其为生 这个棺材 如果是空的 那空的就会装人 那装人的话 其实就意味住在这里 会一个一个死掉 空棺木放在梁柱内 会克死居住者 这些验尘术 相传是过去木匠师傅 用来对付不良雇主的自保手段 但是现在木工师傅 很少有人听过 会搬上台面 通常是很老的房子 重新整修开挖 才会曝光 三新闻 六亿的蔡文元 陈炳豪方品文 中部综合报道